我们一起来关注沈州13号航天员进入空间站核心舱的过程 那么三名航天员呢 接下来就会进入到天河核心舱 目前他们的情况包括飞船和空间站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我的同事何颜柯 颜柯你好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王爷 在今天早上交汇对接完成之后 我们看到整个我们的控制大厅 包括在沈州13号的舱内整体的氛围是比较平静的 甚至我们的航天员刚才还有机会拿出水和食物来补充一些能量 并且把他们厚重的压力服换成了蓝色的工作服 但是在这样一种平静之下 并不代表着我们的工作没有往前推进 实际上他们现在正在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就是要打开隔离在我们沈州13号和我们空间站组合体之间的四道舱门 那就在刚刚几分钟之前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进展 就是打开了第二道舱门 也就是轨道舱的舱门 具体情况我要和我身边的一位嘉宾来共同给大家介绍 就是我们航天武院载人飞船技术副经理邵立明 欢迎邵总 邵总 刚才我看到是宅志刚 他亲手打开了我们轨道舱的前舱门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舱门 大家如果可以看到我们同步的画面的话 他们现在正在拿手持的DV在拍这轨道舱里面的一些内容 刚才宅志刚做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拿一个套子 把前舱门给套住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考量 这是这样的 就是咱们这个舱门是整船密封环节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因为它是一个活动的密封 航天在后续的进驻空间那样的过程中 会经常地从对接通道内穿进穿出 为了防止对舱门上边的密封圈进行一个 有可能导致损伤 有一个就是我们照一个舱门的保护罩 我们现在正在等待的下一步是希望航天员能够尽快地打开第三道门 也就是我们天河核心舱的镜向对接口的那一道门 对吧 那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 我们正在等待打开第三道门 第一道门其实很简单 因为第一道门这个返回舱的门 实际上就是沈州13号内部的一道门 基本上在对接完成之后 他们很短时间就打开了 但是打开第二道 就刚刚打开的这一道门 这个轨道舱的前舱门 之前是需要很多的酝酿步骤的 还不能着急 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是这样的 就是对接通道建立前 就是由这个沈州飞船和核心舱对接完成后 它对于机构形成了一个密闭的空间 但是这个密闭的空间因为形成之前是 等于说是跟宇宙空间是连通 等于说它里边是一个真空的状态 我们要想进入这个通道 那首先要确认这个通道是不是密封的 所以说对接机构锁紧完成后 我们第一步就是要进行对接通道的简陋 确认那个对接机构的对接密封面是密封的 在确认密封的指标达到我们的要求之后 我们第二步就是给这个对接通道负压 因为对接完成后 对接通道里边是真空的 负压就是恢复压力 对吧 因为宇宙空间的压力没有 但是我们宇宙飞船里面和空间站里面是有压力的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压力搞成同样的平等的这样一个压力 搞成基本的均等 基本的均等 然后第三步我们就是把这个战人飞船轨道舱 舱门上它有一个平衡法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通气法 这个平衡法打开之后 对接通道和轨道舱在这个空间上就连成了一体 这样它们的有压力差也能迅速的均衡掉 对 就是再进一步的去均衡 让它一定能够保证完全是平衡的压力 才有可能打开门 对 因为如果有压差的话 这个压差作用在这个一平方米多的舱门上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压力平衡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知航天打开轨道舱的前舱门 这时候实际上它这个如果压力平衡之后 它打开的过程还是比较轻松的 所以也就是到了我们现在正在看的这一步 大家如果能看到前方的画面的话 现在它是准备打开这个节点舱 镜像对接口的这个舱门平衡阀 平衡载人飞船的密封舱和核心舱 结点舱的舱压 我们知道结点舱其实是天河核心舱的一部分 也是我们在空间站组合体中的一个门户 如果说能够打开这扇门的话 基本上就相当于它们要进入到我们的空间站中去了 现在翟翟刚正在做的这样一个动作 就是打开这样一个平衡阀 平衡阀会进一步去平衡现在轨道舱和节点舱之间的压力 那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我们能不能在这个直播时段等到它打开舱门 这个就是分钟级很快的 因为咱们那个核心舱的容积很大 但是节点舱的容积其实比轨道舱大一些 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差 对 说到轨道舱的容积 我们看到其实现在这个空间很局促 一个人拿着摄像机 另外一个人其实基本上只能拍到它的一部分 这就是它拿起了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应该是帮助要撬开门 还是说一个相当于钥匙一样的螺栓 这是一个打开节点舱舱门的一个舱门钥匙 基本具备打开这个舱门的条件 刚才是我们的航天员在神舟13号的这个轨道舱里面向我们北京汇报 它看到的一些数据 对 这个地面我们同时也会看到的 而且那 还是很快的 不到一分钟 一下就平衡了 这说明我们舱压 双方的舱压控制还是比较精确的 那我们刚才地面也是发布的口令 是希望它打开这个舱门 对 手持摄像机拍摄的不是很稳定 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 在非常局促的一个空间里面 能够拍成这样的画面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而且我们的航天员们 他们是要在比较不能借力的情况下 尽量去找到这个力量的支撑 因为开门其实还是需要一定的力量 而且我们看到轨道舱里面 其实摆放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比我们想象的东西还要多很多 对 这个主要就是 咱们的那个在人飞船 轨道舱是咱们上行货物的一个主要装载区 咱们为了保证每次那个飞行任务的最大效益 我们一般都是能装尽装 把轨道舱的空间利用到最大化 对 就是在保证航天的活动空间 和整船那个质量特性的前提下 尽量的我们要多装东西 实际上这次都 这次的装载超过了神兽12号的装载量 好的 我们现在其实正在等待的 就是我们的航天员要打开节点舱的镜像舱门 打开之后将会意味着 它们能够进入到我们空间站组合体中的第一个位置 那后续还有是双向超样舱门的打开 那就完全可以打通了 我们这几个四个飞行器的一个组合体了 那个时候呢 就是只是它解决了载人飞船和核心舱的这个通道的连接问题 它那个实验舱 天舟二号 天舟三号这两座后应飞船 那我们在后续也打开 但是也是很快的 好的 非常感谢邵总这一段时间给我们带来的解读 我们也共同在守候在电视机屏幕前来见证 我们航天员进入节点舱的过程 好 那时间交还给你王妍 好的 非常感谢颜柯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带给我们的报道 好